最後一場壓軸的賽事要來了 超級房車主50分鐘的決賽 這一次參加超級房車主的車輛 幾乎算是爆滿了 一共有32輛車參賽 事實上是有34部車報名 有兩部車在決賽之前 因為車子出狀況 沒有辦法進入決賽 而比較有趣的是 在大鵬灣這個賽道 依據國際賽會的規定 它最大的容許量 也只能達到34輛 所以這一次決賽 有32部車下場 相當的精采 目前在畫面上 我們除了看到這一次的車手的排位 還有就是現在車手 已經開始陸續進場了 超級房車主50分鐘的決賽 比賽的規則跟超級跑車 是完全相同的 也是所有的車輛 必須在中間要進入 強制進入維修區 做一分鐘的熄火停車 如果是兩位車手參賽的 在這個時候也可以換車手 規則是完全相同的 但是這一次超級房車比賽 32部車一共分為四個組別 四個組別一起比賽 將會特別的熱鬧 那麼多車子賽道上 一定會有很多的狀況 然後現在我們進入